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粉丝花样安利王一博新剧 被网友嫌弃,土道出圈 当一部作品要播出的时候 伴随而来的也是各种各样的花絮 黄轩王一博宋倩一起合作的这部 《风起洛阳》的电视剧也即将与观众见面 自然少不了热搜话题和相关活动 也离不开粉丝和观众们的安利 摩托姐姐们的花样安利更是出圈 被不少网友们都纷纷嫌弃 吐槽到真是土道了出圈 虽然土道出圈 但是安利的效果和收获的快乐却是多倍的 用公告的形式来破除民间谣言 同时来安利百里洪一身上的特别的地方 还时不时的能cue到王一博其他的角色 和郑主本人果然很会玩 看到伊波安利之后 大家也没有忘记王一博本身身上的这种反叉萌 看到风起洛阳的那些片场花絮 高冷的人设瞬间倒塌 就连郑主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搞笑 忍不住笑出声音 在以往电视剧的发布会上主演们 除了和主持人的互动 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一些游戏之外 基本也不会有太多的剧情的透露 甚至拍戏的花絮更不会提前播出来 但没想到风起洛阳却反其道而行 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互动环节之外 竟然还播放出了王一博的现场花絮的剪辑 原以为看别人花絮的王一博 突然被cue到看自己的 一脸的不可置信啊 反应过于真实 表情也特别有趣 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一博这个角色 以及他自身高冷形象的定义 在花絮现场的片段和集中可以看到 简直就是一个多动男孩 自娱自乐很会玩 一个人在花絮片场拿着一根衣服上的腰穗子 也能够玩得很开心 摸羊驼 转穗子 打水漂 完全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大男孩 两分钟的花絮完全展现出了 一个人可以在片场自娱自乐到什么程度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王一博做不到 很多粉丝一边看着视频 一边发着谈目表示这个花絮简直好搞笑 不仅是现场的宋倩和黄轩笑得很大声 哪个粉丝看到这个片段不觉得开心搞笑呢 甚至怀疑小百里的脑力和武力真的没写反吗 片场的百里红意 蹦蹦哒哒多动儿童上身 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这么多动的 看来都是下意识的 特别是打水漂那里想起谢允 当初那个话絮以及在电视剧中也有好多个打水漂的场景 还被称为高质量打水漂选手 结果越打越少 最后郁闷自己不打了 旁边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安慰你打得挺多的 结果小狮子内心的胜负欲完全展现出来 没有打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王一博带给大家的欢乐瞬间总是在无意中的 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欢乐 但也正因为有他的存在 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无论对待任何事 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想法和态度 或许这也是他身上的最大魅力之一吧 无论任何时间地点和环境都能够找到 让自我身心愉悦的东西 能够保持内心的一片纯粹 不为外界环境所干扰 这是王一博人格魅力 最重要的是能够将这种心态 将这种无形的魅力释放在角色中 角色与演员之间彼此成就 让观众们看到一个又一个 不同的演员塑造的变化和成长 期待王一博新的角色与观众见面 也期待他成长中的每一个角色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